二十七號遭檢調約談 魏京集團八名成員列為被告 四長貓更發現當中七人 包含前主播佟中白 魏京集團法務經理陳俊源 金華誠監察人張志成等人 曾以個人名義 分別捐款三十萬給民眾黨 捐款時間都集中在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四到二十六號 見書培就抓出時間點有鬼 回推時間軸二零二零年三月十號 印小微便當會 十七號金華誠送陳情書 二十號柯文哲交辦 都發局處理金華誠陳情書 二十四到二十六號 魏京集團七個人 共捐兩百一十萬的政治獻金 給民眾黨 但同天下午五點零五分 時任都發局長黃錦茂 就核定回覆金華誠的公文 提到鳳交下 本府將提送都委會審議 簡書培質疑分明就是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 那簡書培議員呢 刻意將民眾黨的政治獻金 跟都發局發公文的時間 做惡意的連結 難道是想配合側翼網軍 羅之入罪 民眾黨回籍惡意連結 只是時間點太剛好 律師也點出 這可能成為柯文哲 貪污收賄罪的對家金流 檢察官要調查違背職務收賄罪 這個最輕十年的這個刑期呢 那麼透過這一筆 這一筆筆三十萬的政治獻金 他代表金流找到了 這就是貪污對家的高度可能性 檢調偵辦金華誠案 證據逐一浮上檯面 三選黃神十選台北採訪報導 到